歡迎同學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來老師這邊要介紹一下貝式定理 那貝式定理後單單看這些文字敘述 就逼得同學犯棄數學了 來來來貝式定理後老師建議大家 我們直接看題目會比較簡單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先看這題目的地方 他說某工產有ABC三部機器 產量分別佔總產量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十二分之五 今天產品當中分別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四是不合格 今天從全部產品當中隨機抽取一個出來 問七位不合格之機率是多少 老師想起來什麼叫貝式定理 今天工產在幹嘛生產產品 有三台機器在這邊 每台機器各生產各自喜的對不對 各自生產各自喜的這樣行不行 那問題來了 你要是工產老闆 你在乎是什麼 這整個工產到底不合格有多少嗎 對吧 不錯 報告出來是告訴你 A有多少不合格 B機器有多少不合格 C機器有多少不合格 你單單看這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四有辦法分析出來嗎 所以說這時候必須要怎樣 把綜合交叉分析出來 到底我們工產生產出多少不合格的機器 不合格的產品出來 所以說注意聽 我們做貝式定理的題目 都在做什麼 在做交叉分析 這樣行不行 因為每台機器 生產每台機器的 每台機器去測量每台機器的不合格 但是你生產完畢之後 你是要綜合起來 我們到底不合格的比率是多少 這樣行不行 可以喔 所以說首先你看一下 K中民意 就把產品分成幾部分 分成三部分 對吧 有來自A 有來自B 有來自C 那很抱歉 因為每台機器 它所生產產量不太一樣 A占起四分之一 B占起三分之一 C占起十二分之五 這樣行不行 那其中A單中有百分之二不合格 B單中有百分之三 C單中有百分之四 對吧 那第一小題 他說隨機從這些產品當中 抽取一個素癌 問你 所以就整體而言 它不合格的機率有多少 這樣行不行 老師想請問一下 什麼叫不合格 我從這單中 隨便抽取一個素癌 它可能來自A 或者來自B 或者來自C 對吧 老師問你 來自A的比例有多少 A不合格 百分之二 直接寫百分之二 對吧 錯 為什麼錯 因為A的產量 只有占多少 四分之一 今天不合格 四分之都不合格嗎 沒有 這四分之一的單中 有百分之二不合格 對吧 那B的產量占三分之一 在這三分三中 只有百分之三會不合格 對吧 其二產量占體 十二分之五 這十二分之五當中 百分之四不合格 對不對 所以說把全部加重起來 才是我整個工廠不合格的幾率嘛 行不行 因為我在測量整個工廠嘛 所以不合格可能來自A 或來自B 或來自C A生產出這麼多 這麼多當中不合格就有百分之二 B生產這麼多 這麼多當中不合格有百分之三 C生產這麼多 這麼多當中不合格有百分之四 全部加重起來 是不是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好怎麼算 很多同學你興奮去約分 拜託你不要約分 約分就不好算了 所以說這種題目不僅不要約分 我去通分好不好 把通成十二分之三 乘起來一二零零分之六 通成十二分之四 乘起來一二零分之十二 乘起來一二零分之幾 二十 這樣加重起來比較快 變一二零零分之三十八 這樣行不行 你再去約分好不好 約分約掉是六百分之十九 這樣可不可以 老師接著再算第二題 他說在這些不合格產品當中 為BGC所製造出來的機率怎麼算 在這些不合格當中 老師問你 BGC所製造比例是多少 機率是多少嗎 機率怎麼算 全部分之我要的 若使不合格產品 告訴我這個產品合不合格 不合格 所以不合格有多少 一二零零分之三十八 在這些不合格當中 告訴我 BGC 占多少 占其中的一二零零分之十二 對吧 所以機率怎麼算 全部分之 我要的 在全部不合格當中 BG占多少 一二零零分之十二 把一二零零一二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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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三十八分之十二 行不行 你再去約份好不好 十九分之六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好 OK這是第一題的地方 我們再看下一題 我們把熟練起來好不好 交個兩題 把這倍視定的熟練起來 所以倍視定的題目 你們都看一下 他题目形态都一样 他先把社区人口分成老人、赚年、小孩 然后其中赚染皮的比例 老人当中有多少、赚年有多少、小孩有多少 那今天选一位输来 以致其为赚染皮 问题还是小孩的基地 所以说题目一开中名义 就把社区人口分成几部分 分成三部分 有老年人、赚年人和小孩 老年人占20% 赚年人占50% 小孩占30% 其中赚染皮的比例 老人占40% 赚年人占50% 小孩子的赚分成60 这样行不行 今天在这些人口当中 选一个素癌 其为双眼皮的基地 选一个素癌 以致其人为双眼皮者 其他为小孩子的基地是多少 老师第一个动作 我不要急我先把双眼皮的比例算出来 行不行 今天有双眼皮的人可能是谁 可能有是老人 或者是赚年人 或者是小孩子 那老人赚年皮有多少 老人家余女占20% 这百分之二十都有双眼皮吗 没有 单中就有多少 就其中百分之四十 赚年人占50% 这百分之五十都有双眼皮吗 没有 就单中百分之五十 同样的小孩占30% 这百分之三十都有双眼皮吗 没有 就单中百分之六十 这样行不行 麻烦你把它盛开 好不好 盛开我顺别把零零约分 约掉百分之八 一边约一边从哪了 零零约掉百分之二十五 零零约掉百分之十八 所以算出来是一百分之五十一 所以说有双眼皮的占 全部人口多少 百分之一百五十一 那我今天要求的是什么 在这些双眼皮的人口当中 我要来自小孩子的几率是多少 几率总算 全部分之我要的 全部双眼皮是这么多 在这百分之五十一当中 小孩子占多少 百分之十八 是出来了 一百一百约掉五十一分之十八 约分约掉十七分之六 这样可不可以 麻烦把这边看一下 OK